吴奇隆老婆一次偷吃婚姻出现危机,狗仔抓包她前妻出轨出面松口,他们太假。 男星吴奇隆和前妻玛雅叔分手后,在2011年和合作步步精心的刘史诗交往,两人感情甜蜜浓郁,四年后凶成正果,步入礼堂。 然而双方结婚这几年,刘史诗肚皮却始终未有动静,外界盛传双方感情不目又据少力多,婚姻关系极极可微,日前就有消息人士指出,他们双方已似理经离婚,而且女方还外遇出轨,为演艺圈投下震撼大,中国第一狗仔更气诈出面。 刘史诗和吴奇隆结婚三年多,两人感情十分浓密,常常携手出席公开场合,也不时的在社群媒体上放闪,虽然至今仍未有孩子,但是看得出他们都很爱护彼此,然而日前却有一则消息在网络上疯传,有中国第一狗仔支撑的卓磊,竟然爆料他们早已冒合神离。 女方坦诚在婚内出轨,和吴奇隆协议离婚,引起一阵讨论,不少粉丝都很震惊,直呼双方平常互动良好,难道是假面夫妻?就有网友向卓尾询问详情,他也终于松口。 被封为中国第一狗仔的卓尾,经营媒体公司在对岸十分有名,当年吴奇隆的前妻,玛雅输出鬼偷吃,就是他拍到的。 还有谢霆锋和王妃将隔11年再度复合,也是他的代表作品,可说是圈内娱乐县的第一首消息来源,这次又传出他爆料刘诗诗出轨离婚卓尾背知名部落客询问,是不是真的有爆料刘诗诗出轨? 他生气的出面否认,表示这一切都是假的,气愤地说,又打住我的名号侠编。直呼那些散布消息的人都很假。 事实上刘诗诗和吴奇隆感情很好,近日还美过加州旅游,两人穿着情侣装头靠住头逛街,吃饭,完全不像有离婚的样子。 工作人员也回应,小俩口感情挺好的,粉丝不用担心。 还好是假的,不然经历两次婚变真的打击太大了。 吴奇隆跟刘诗诗,你们都要幸福一辈子啊。